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临床样品的正确采集与否 对后期的实验室诊断至为重要 本节课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临床样品的采集 1.采样前个人防护和器械准备 1.个人防护 样品采集人员要充分认识到猪群可能感染有一些烈性的人序共患病 2.在样品采集过程中可能会通过直接接触受损的粘膜等途径 商级采集人员 3.也可能经采集人员将病原体带到外界造成扩散 因此在样品采集前必须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穿戴安全可靠的防护服 一次性手套 防护帽 医用口罩 护目镜 胶鞋等 2.器械 采集血液样品时应尽可能使用一次性塑料柴血针或真空柴血管 分离组织样品时 所有的器械必须严格消毒 避免带入其他病原体 应根据株子大小选择柴血针头的大小 同时准备点符 记号笔 抓猪器 耳标器等器具 针对不同的柴血对象 选择合适的针头 准备毛茧 消毒棉球 支锋带等 2.血液样品的采集 血液是养猪场临床送检样品中最常见的检测 主要通过定期采集血液样品分离血清 进行一些动物疫病抗体水平的检测 用准确数据分析养猪场疫病防控压力 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 1.猪群选择 猪群接种疫苗后 进行抗体水平监测采集的血液样品 应在疫苗接种后三周采集 通常采集30-100份血液样品 就可以反映出所在猪群整体疫苗免疫后 抗体低度情况 8.猪群采集血液样品 高级别实验室进行抗体监测和疫病确诊时 对所出现的典型临床症状或有疑似症状的猪肢 尽可能都采集血液样品进行检测 用于某些动物病毒检测的血液样品 应在猪肢发病初期 体温升高时采集 对于定期进行猪肠疫病监测 及动物流行病学调查分析 采集样品时 应根据猪群的数量按一定比例 随机抽取血液样品进行监测 2.采集方法 最好选用一次性注射器或一次性真空采血管 经耳元静脉或前腔静脉采集 应根据猪肢大小选择大小和长度合适的针头 尽量找准位置 避免反复扎针 减少猪肢的应激反应 采集血液量一般为4-8毫升 对于种族由于体积较肥大 一般采用耳元静脉采集血液 具体步骤为将种族进行站立保定 擦洗干净耳朵 用力将耳元静脉进心端按压 配合使用酒精棉球来回涂擦 拍打耳元静脉使血管弩脏 针头朝耳间方向刺入血管 缓慢抽出所需要血液量 然后用干棉球进行压迫止血 对采集的血液及时进行标号 对于小猪或架子猪 主要采用前腔静脉采血为主 小猪一般采用仰卧保定 用点伏棉球对颈部皮肤消毒后 手持一次性受用采血器轻轻扎向右侧凹窝 稍微偏向中央位置 回抽注射器 渐有回血 缓慢抽取所需要血液量 架子猪通常站立保定 用抓猪绳套组猪的上额骨 用力向前方拉 使猪的头颈部稍微上扬 可充分暴露猪的胸前凹窝 用点伏棉球消毒凹窝 触皮肤 使一次性受用采血器 朝右侧胸前凹窝 最低处垂直扎针 回抽采血器 渐有回血 采血后用干棉球压迫止血 同时对采集血液及时进行标号 3. 血清的分离 血液采集后 应稍微倾斜着 室温或37摄氏度 放置1到2小时 可加速血清的吸出 之后使用离心机 用5000转每分钟 离心5到10分钟 分离血清 若养猪场条件有限 没有离心机 可多静止一段时间 待血清完全吸出后 缓慢倒出上层氢量的血清 将分离的血清样品低温保存 并尽快送减 3. 组织样品采集 主要针对已出现临床症状的 猪群采集组织 进行相关病原体检测 样品采集前 要对使用的气血进行严格的消毒 准备相关的容器 同时对所检测的病原体采集 何种组织、样品应该有清晰的了解 采集多种不同部位的组织样品时 不能重复使用一套器械和容器 1. 采样株的选择 最好挑选临床症状比较明显的株 检测的病原体不同 所采的组织样品 测重点也有所不同 对未确定检测病原体 应采集足够的组织样品 如果整群发病 应选择一定比例代表 个体发病特点的株 进行组织样品采集 对于病死株 应尽快采集组织样品 保证样品的新鲜、全面 对于其他有特殊条件要求的 样本采集 一定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采集 2. 样品选择 尽可能选取有明显病理变化 部位的组织样品 常见的组织样品 主要以淋巴结、扁桃体、内脏器官 流产胎儿、水泡液、肠管、排泄物为主 采集的病量要具备典型病变的特征 应在发病病死前或病死后短时间内快速完成 尽量不超过6小时 以充分保证样品的新鲜 同时在病料采集过程中 应严格注意个人防护和无菌操作 防止人为带入外源病原体污染采集的组织样品 造成检测结果的不准 对于疑似细菌性病原体感染的病株 在采集样品前5到7天 禁止使用广浦抗生素类药物 在组织样品采集过程中 一定要尽量保证无菌操作 如果使采集粪便 应尽可能的新鲜 或者可用棉纤四指 深入职场采集粪便 对于疑似病毒性病原体感染的病株 如能引起株脂、蹄、鼻、口腔等部位出现水泡 溃烂到5种常见水泡性病毒 口提议株水泡病、水泡性口炎、株水泡疹等的组织样品 应采集点心临床症状部位的组织 提罐、提擦、口腔部的水泡皮、水泡液 能引起母猪流产、产死胎、木乃胰胎的病毒 猪繁殖障与呼吸综合针、猪细小病毒、乙型脑炎病毒的组织样品 应采集发病母猪的淋巴结、扁桃体 以及流产、畸形胎儿的脾胀 能引起猪腹泻的病毒、猪流行性腹泻病毒 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轮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的组织样品采集 因采集新鲜粪便、肠内容物、小肠、肠管 对于采集的组织样品应使用无菌容器密封保存 并在冷藏条件下尽快送检 四、样品的保存与送检 科学的保存方法和快速有效的送检 使保证检测结果真实可信 指导后续疫病防治的重要环节 应切实遵循科学采样、低温密封保存 尽快送检、做好生物安全措施 防止疫病的传播 同时应加强环保意识 采集的样品检测后应进行无害化、分类处理 保证不污染生态环境 样品送检时要附带养猪厂实际生产资料 包括免疫程序、疫苗批号、厂家信息 猪群健康信息和饲养方式等 以方便检测人员能快速、全面、准确地检测出样品和分析数据 5. 样品采集注意事项 1. 凡发现、怀疑、探疾等不易解剖的换续、严禁解剖 2. 采取病料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疫病或检测目的 采取相应的血样、活体组织、脏器、肠内容物、分泌物、排泄物 或其他材料 3. 内脏病料的采集 如换续已经死亡 应尽快采集 这次不超过3小时 死亡超过3小时的换续 不予采取病料 4. 采集人员做好人身防护 必须戴手套 必要时戴口罩 4. 严防人序共患病感染 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主要讲述了临床样品的采集 分别从采样前个人防护和器械准备 血液样品的采集 组织样品的采集 样品的保存和送检 注意事项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讲解 同学们再见